帳號一定要是數字的 密碼 比如說這邊我輸入 2222 然後這邊底下再輸入一次 2222 假設我多輸入一個 這個產生錯誤之後 密碼比對 點下去 這TOS 應該是另外一個 這邊再弄起來 剛才老師問到那個TOS 為什麼命名為TOS 其實我也是想很久 為什麼TOS TOS不是吐司嗎 吐司怎麼會跟這有關係呢 這個跟Google的命名有點有趣 為什麼都命名為甜點呢 手機是不是像甜點一樣 很好吃嗎 看起來也不好吃 那所以是不是有時候是 那個跳出的那個感覺吧 就是那個烤麵包機烤好之後 會跳出來 也許就像那個樣子 所以他 這個Google的工程師 這個想像力也非常豐富 所以有時候 寫程式是非常枯燥的 所以偶爾 也是不要一直鑽在裡面 偶爾要幽默一下 說真的寫程式這種東西 大家寫過都知道 沒有人會 應該很少人會喜歡寫程式 然後寫過程當中 其實是很挑戰的 一點點錯都不行 好 那 這邊的話 這個 222 看一下 應該是這個 我剛剛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最後的話呢 這邊把它跳開 密碼比對 好 各位有沒有發現 剛剛是Toast 是跳出一個那個 底下的訊息 那現在這個叫Alan Dialog 那Alan Dialog的話呢 有幾個地方 必須要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它這邊呢 有一個title 所以上面會有個title 裡面會有個message 這邊的話呢 會需要一個button 所以呢 在Alan Dialog裡面 還需要一個button 就是看到說題目 需要button 如果需要button的話呢 我們就必須要在Alan Dialog裡面呢 再加上一個listener 再加一個listener 所以難度其實還蠻高的 如果以前面來看的話 這個分數其實非常不好拿 那各位可以考慮啦 就是說我會講 但是至於各位要不要 要不要把它記就是 但是你可以把它當 不一定要只是好像考證照啦 我覺得這個範例題 也是非常重要的 Alan Dialog你不會的話 那基本上 Alan Dialog 基本上你哪就要會寫 所以這邊的話呢 大概知道 這個地方是按確定之後 就跳回去啦 跳回去之後的話 再來一次 它會清空 重新輸對不對 再輸入一次 好四個吧 按比對 這個時候應該是正確 所以跳出來的話 也是比對成功 然後Message的話呢 是密碼相同 按確定就好了 那這個地方 當然宣告連結都一樣 所以我就不講了 差異點的話呢 我讓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話呢 上面是原來的程式碼 我把它註解掉了 更改的部分呢 前三行也一樣 Ls也一樣 差別就在哪裡呢 Alan Dialog的宣告 這個Alan Dialog呢 宣告的方式 比如說我宣告成 Alan Dialog.builder 他就是Alan Dialog.builder 然後宣告為什麼呢 AD1 AD1 好了 比如我給他一個名稱 叫AD1 他是一個Alan Dialog 那我要在哪裡顯示 我必須要給他